全國阿美族最大聚落就在光復鄉 而在8月1號原住民族日這一天 馬泰安還有泰巴郎兩大部落 在鄉公所經費協助之下 各自舉辦了慶祝活動 透過鏡頭來看看 光伯西沙灘高地的太陽廣場 馬泰部落族人在此迎接 並慶祝八一原住民族日 除了改變原民運的族人 抗議污名化台灣原住民族群 更積極爭取證明成功之外 馬泰安部落族人也規劃一系列同玩趣味競賽 部落長者亦童年樂趣 也讓部落年輕一代 正式早期部落生活樣態 共同慶祝8月1號全國原住民族日 盡頭來到光伯西東岸的太阪朗部落 8月1號原住民族日一大清早 部落族人以及年齡階層 釋放狼煙昭告祖靈的同時 也緩緩升起40年歷史精神的部落會期 再度重申原住民是台灣的主人 部落頭目也呼籲部落族人團結 努力傳承阿美族文化 所以我們現在有了這個原住民族日 對我們各部落的這個文化 繼續轉整 讓我們原住民能夠發揚光大 今天是全國原住民族日 向掌領清水帶領公所團隊 全力推動支持部落慶祝活動 同時也把原住民族日的舞台 留給部落自由發揮 除了部落長者 向掌領清水更期盼未來 部落孩子年輕人都能同慶 明瞭認識全國原住民族日的意涵 與精神價值 今天原住民族日其實我們展示各項 農特產美展示 像還有一些 像一些比較同外性的 八角風箏的這些文化的傳承 然後明年度我想如果有繼續當鄉長的話 我們會把國中國小小朋友也帶進來 讓他有個跟原住民族是怎麼來的 這是我們明年的想法 我們希望小朋友也可以來參與 1984年台灣原命運濫傷 在1994年8月1號經由國民大會 修憲後在憲法徵修條文 終於將三包修正為原住民 二新政院為了紀念原住民的證明 在2005年6月15號 院會中通過了紀念日及節日 實施條例草案 明定每年8月1日為原住民族日 記者是玉蘭光復採訪報道 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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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來